大家好,我們是大橋投藝術工作室 今天我們要教大家在家裡演人做一些小創作 今年在疫情期間,大家在家裡的時間也變得蠻多的 所以相信有蠻多人在家裡會開始煮飯 或者是幫家人一起烹飪 我們今天就要用一些煮飯剩下來的部位來做一些小小的創作 參與這次創作的部分,我們會拿到這樣的材料盒 這個材料盒裡面如果大家收到之後就可以把它打開 我們一起來打開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打開之後就會看到會有一個帆布袋 然後會有一張厚紙板 然後會有四個木棒海綿 然後還會有兩個顏色的顏料 跟一支雕刻刀 我們藉由這樣的材料 還有從家裡準備一些水果 我們就可以創作出像這樣子的袋子 那你就可以背出去外面 就會發現自己的帆布袋 還有自己的環保袋跟別人不太一樣 那這些材料要怎麼使用 以及我們接下來要怎麼去做創作 就一個一個來跟大家說 那第一個部分呢 就是關於我們的這個蔬果的部分 好那今天呢我準備的是我們常常會使用的紅蘿蔔 那紅蘿蔔大家在吃的時候 一定都會把前面跟後面給切掉 那我們就是使用它不要的這個部分的斷面 那當然大家可能還會吃到譬如說白蘿蔔 或者是一些馬鈴薯都可以 只要是它有一個斷面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紅蘿蔔切一個斷面 然後屁股也可以切 好那這個紅蘿蔔呢 這個本體的部分就可以拿去做蓬的 那剩下來的部分我們就可以拿來做創作 那在挑選紅蘿蔔的時候 我會建議大家這個紅蘿蔔先暫時不要冰起來 因為如果我們冰起來了之後 這個紅蘿蔔我們在刻印的過程 它可能就會開始收縮就會變得皺皺的 那我們在印的過程就沒有這麼的順利 那我們切下來之後呢 就稍微用衛生紙把它吸乾 因為它裡面其實是有一些水分的 可能會讓你在刻的過程或在印的過程會有點不方便 所以可以稍微吸乾 那像這個是它本身斷面就是蠻漂亮的一個圓形 那我們就可以保留 就是譬如說我們就可以直接去塑造一些形狀 或者是切成你想要的形狀 那或者是去雕刻 你可以自己做選擇 那我們在做造型的時候呢 可以分兩種 第一種是直接刻出它的樣子 那譬如說像這個圓形把它切成三角形的圖案 好這樣子其實就可以直接去印製了 好那這個我先放在旁邊 那另外一種呢 是我可以利用雕刻刀 也就是材料小包裡面的這一支雕刻刀 來去做細節 那我再切一個紅蘿蔔的頭 來去試試看 好一樣是一個頭的斷面 那我就用奇異筆來去標記我要刻掉的部分 好譬如說我想要做一個有花的圖案 那只要可以畫上去 稍微自己知道自己在畫什麼標記的筆就可以了 那如果它很濕畫不太上去的話 你也可以稍微等它乾一點 因為裡面果然就會有一些水分 那你可以看得清楚就OK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用我們的雕刻刀來去做雕刻 那在雕刻之前要確保它是真的比較乾的狀態 不然雕刻刀遇到濕濕的時候 它其實是蠻難推動的或者是會有點危險 好那雕刻刀我們這一次材料小包裡面使用的是一個V口刀 你會發現它的嘴巴這個地方是一個V的狀態 那在使用雕刻刀的時候大家要注意喔 刀子要記得永遠是朝前面的 如果你一直朝著自己的話會很容易沒有辦法控制 然後就會可能戳到自己或者是方向不太對 所以在使用的時候請你就是往前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刀的我會建議你另外一隻手 如果我是官右手是右手 那另外一隻手是左手 那我可以在上面稍微做一個輔助 那刀子前面記得就不要有任何的手指頭 因為如果不小心往前衝就會刺到你的手就會流血 好那這邊呢因為我這邊有點凸 所以你在使用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我們就先把邊界稍微割掉 如果它你必須要手拿著它 那你可以用那個中指稍微扶住也可以 那它沒有很硬所以你其實可以蠻好割的 好先把邊界稍微割掉 然後呢在割裡面 好那盡量可以的話就割深一點沒有關係 因為它可能就需要很明顯的凹凸變化 它才有辦法去區分 那這個刀材料小包的刀其實大家可以拿來繼續應用 譬如說割橡皮章啊或者是割一些比較軟的材質的板子都可以 好那本身呢水果就有基本的一些紋理或者是一些纖維 所以其實在割的時候其實沒有辦法割的像板化或者是一些板種這麼的細膩 不過沒有關係我們就保留它纖維的樣子 好最後再做一些修正 譬如說有些地方可能不清楚的 可以再稍微處理一下 好了那大概我們就是把那個花的一些花瓣的一些紋路給刻出來 那有一些因為它的一些纖維的關係 所以它可能會不小心被刻斷或者是會跟著其他的纖維一起被挑起來 那這個都沒有關係 我們就可以保留它原來的樣子也蠻有趣的 好那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有刻過的 跟一些它原本的造型一些幾何造型 你也可以割一些五角形六角形都可以 然後來去沾我們在材料包裡面的這個印花漿來去做印製的動作 好那接下來呢我們先把材料先放到旁邊去 好那大家就拿我們材料小包裡面的這個帆布袋 那第一個步驟呢就是一定要把帆布袋裡面的耳朵給拉出來 因為如果裡面塞了耳朵它就會不平 然後就會硬的不是很好 那接下來第二個步驟就是把材料小包裡面的這個厚紙板放在這個袋子裡面 然後讓它比較平整 所以我們在印製的時候一定要這樣子保持平整的狀態 好接著呢材料小包裡面會有兩個顏色的印花漿 那這個印花漿是我們藝術家所調製的兩個顏色的配色 那每一個材料小包都有不同的配色 大家就是可以看看自己的材料小包有什麼樣的顏色 接著我們打開這個木棒海綿 這是我們今天的工具 平常我們做創作可能比較常用的是筆 但是呢這一次我們就是來用這樣子的海綿來做我們的小幫手 那接著我們就要來印我們的反布袋 那我就先用三角形的部分 我先來用這個綠色 大家打開了之後呢這個蓋子有一個保護的蓋子 這個蓋子等一下我們會稍作使用 它有點像我們的調色盤 就是可以讓它顏料不要沾了這麼多 那在印之前我們還是確認一下它的表面是不是乾的 如果剛剛不小心可能你的手啊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有沾到水 趁現在把它擦乾 然後呢拿一個適當大小的海綿 然後沾這個印花漿 但是不要一口氣沾太多 如果一口氣沾太多的話 可以在旁邊這個小蓋子上面做一點拍打 讓它比較均勻一點 好然後呢請你就把它這樣子印在這個三角形上面 不要太大坨 如果太大坨印出來可能就沒有那麼的均勻或漂亮 好那這時候就先放好 然後呢對準你想要的地方 打裝我想要印在這邊你就直接壓上去 好均勻受力之後呢它就會有出現這樣的形狀 那因為它有纖維的關係 所以它會稍微沒有那麼均勻 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可以保留也可以拿著小的水彩筆去補它 不過我覺得這樣子蠻有手工感 其實蠻好看的 所以我就可以繼續再印製 那如果你發現你的水果斷面其實是凹凸不平的 其實你可以在第二次印製的時候 然後在那個顏料上面稍作加強 然後在那個顏料上面稍作加強 好接著 我想要印四個綠色的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好 如果要換顏色的話呢 就稍微做一點擦拭 那我現在想要下排 換倒三角形 然後換另外一個顏色 然後我就使用材料小包裡面的第二個顏色 那我可以選另外一個海綿 一樣不要沾太多 那我們這一次使用的這個顏料呢 是專門印製布類的印花漿 所以呢其實印在布類上面是不會被洗掉的 那如果這個帆布帶印完了之後 如果顏料還有剩 大家也可以嘗試印在自己的衣服上 好那這邊的部分 我想要蓋我剛剛做的這個圓形的花朵 那也不知道它最後印出來會怎麼樣 我們就來試試看 因為它本身的有一些纖維呢 可能在刻印的時候 會稍微被挑起來 然後就把它印在這裡 好這個花朵的樣子有點不太明顯 不過我覺得蠻可愛的 有點像是電影裡面的這個底片 好 兩個小花朵 接著呢最後一個我想要印三角形的 好 這是最後一個三角形 好那這樣子我們的袋子呢 就可以像這樣子去做設計 或者是要把它全部印滿也都可以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想想看要怎麼去進行設計 那像是如果想要印直線啊什麼的 其實我們也可以利用這個水果的邊界去沾顏料去做這樣的印製 來試試看 比如說想要在旁邊做一些線條 好那我可以利用這個三角形的邊邊去做壓抑像蓋印章一樣 所以也可以用這些線條去組合一些字母或者是一些符號 好所以就會有這樣子的線條出現 就是可以去做一些創意的發想 那這樣子自己手做的反布袋就完成了 那你背出去外面可能就跟別人的不太一樣 那印好之後 就是一定要記得就是要等它全乾 你才可以做背的動作 或者是做觸碰的動作 否則就是沾到衣服或者是布料其實是洗不掉的 那如果你擔心它的顏料的持久度的話 其實你可以在它乾的過程的時候用熨斗稍微燙一下 那它的顏料色料就比較能夠吃到這個布裡面 但是不用用熨斗也OK 那這個就是我們利用家裡不要的小水果 或者是一些蔬果的斷面來創作的一個帆布袋這樣子 那大家在家裡如果有時間也不妨一起來試試看 它很簡單也很好上手 那大家可以跟著家人一起來完成這個創作 謝謝大家